我當初最早來這邊報名考托福是因為我要準備申請學校的交換生計畫 所以會需要有托福的成績檢定 然後雖然我本身其實就是外文系的 可是因為我先前沒有考過相關的英文檢定的經驗 所以我當初來報考托福補習代表的時候 然後我報紙的就是我想要快速了解托福的考題內容 跟快速了解就是他每個相關考試的規定 然後準備的話因為我時間上沒有很充足 就是大概兩個月 那所以我在教材的選擇的話就是很精簡 因為我不想要分心出來考慮說哪個教材講的內容才是對的 那所以準備方面的話我主要是根據戴爾老師給的講義 然後額外準備的話就是我有在多看一本托福相關考試的智慧書 因為我覺得就是不管是聽說讀寫方面最基本的就是單字量要夠 那像是聽說讀寫方面的話聽力的話你單字一定要夠你才聽得懂 不然的話就是考題聽不懂的話答案應該也是做不出來 然後說的方面的話就是一樣也要單字量才夠才有辦法 可能說準備比較完整的答案 然後閱讀跟寫的話那是更不要說的 就是閱讀的話因為你所有的答案內容都是在考題裡面 你一定要看得懂然後才可以回答 然後說的話也是一樣跟聽力就是有點互相 然後各科準備的話因為我當初我自己是準備時間不是很夠 所以我的方向就是每天固定做模擬試題 讓自己保持那個考試的手感 所以我覺得準備方面的話 口說跟寫作我覺得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口說跟寫作的話 帶來這邊的Mary老師會幫你準備那個模板 讓你就是應對的時候可以根據那個模板 你就是不用在寫作的時候跟講答案的時候 然後怕說會牛頭不對馬嘴這樣子 這樣子回答答案沒有對到題目的要求 然後聽力的話最重要的我覺得就是每天都要聽 所以我當初每天在考前都有做一篇那個線上托福的聽力模擬試題 然後練習說你要聽力的同時你還要跟著寫筆記 這樣到時候聽完之後因為托福的媒體考題的聽力內容 時間都是比較長的 然後常常聽完一整體下來都要再回答個四到五六題 那如果你沒有做筆記的話 你在考題的內容中很容易就是忘記你剛剛聽到的內容是什麼 那所以你這是做筆記的話有幫助你就是 一方面是幫你複習說你聽到的內容是什麼 一方面也幫你記下來題目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寫作的話我覺得最重點就是把模板背熟 然後把它內化成你寫作的回答模式 像我當初考試的話其實作文是我寫最快的部分 其實作文內容真的寫下來的話字數要求是還蠻高 可是我寫作文都還蠻快 因為我固定模式就是我會先把模板寫在題本旁邊 然後讓我就是等一下回答答案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把我記下來的重點直接套在模板裡面 這樣回答就會相對很快 然後剩下的閱讀跟口說的部分的話 閱讀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重點 閱讀就真的是多做題目 然後跟補充你的智慧單字量 因為畢竟它閱讀是跟美國那邊學科題目那種相關 所以你在準備考題的話你一定要有充分準備 就是被相關社會人文歷史科學的專門領域的單字 因為它每篇的題目那種其實都是出自那個 美國他們學校那邊的課堂上的講稿內容 或是學生報告的內容 那如果你相關你只有被一般台灣那種高中基礎英文單字的話 是相對會很不夠的 然後口說的話 口說我覺得其實是四科裡面相對最簡單的 因為口說的話你回答內容就是完全依照你自己想要怎麼回答 那最簡單就是根據老師給的模板 然後可是口說的話我會建議模板就是多練習 讓它變成是你的回答的邏輯 不要只是十倍的模板 像是我當初上聽力課的時候 老師是Tony 然後他就會教我們說你回答 最重要的就是你第一句開頭 把第一句開頭背好就好 剩下就是依照模板的模式來回答 所以你第一句先講出來之後 你後面就會答案會比較順 那我們當初的模板內容的話是 開頭首先是一定要先直接回答 它題目問題內容是什麼 然後下一個部分就是講解說 你為什麼會這樣想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舉例 所以它其實這個模板不是就是機械式的那種對答 它是根據就是我們講話的邏輯 就是人家問你一個問題 然後你就會首先先回答問題嘛 再給你的理由 然後之後再舉例 所以你到時候做習慣之後 你就不用特別去想看模板內容是什麼 就可以很自然的給一個完整的答案這樣 所以以上就是我四科方面的各個準備心得 你也自己想看上去 一定會不會太誇張 那麼想看 接下來很好 如果你也不覺得 谢谢观看